來到新北市金山 座落於庚子坪的山谷中 有一間生態農場 農場主人是三十二歲的陳婉婷 一當早就在農場裡忙進忙出 拔掉它主要這個農作物 這個農作物的話就會長得比較好 因為它這個已經會擋到 它的那個光合作用 有時候也會請一些臨時工來幫忙除 不然其實真的全部都自己在做的話 要做內物 要做外物 其實會忙不過來 頂著大太陽 彎腰工作 他沒有喊背 光除草就能看得出來 他對農務工作非常熟練 一般除草可能除得比較慢 可是因為我看的話 我就會看什麼該除 怎麼不該除 然後還有手的姿勢該怎麼去做 操作比較好 像我這樣子 每個人可能這樣一拿一拿 可是我可能是一次就一把 一把 然後把它該除 除除 之後我頭會放手 不會一下子就那個 所以這一盆你看這樣就除完了 對啊 所以我姐常常跟我講說 你怎麼除這麼快 我說啊 就是驚豔啊 每天他都會到農場數一遍 把這裡的一草一木 都當成自己的孩子氣心照顧 因為現在這個品種是紅心地瓜 就是台農66號紅心地瓜 但是金山最有名的品種 農作物這種東西四地四種 就是你這邊適合種什麼就種什麼 然後吹下抽到不同的節氣 有不同的農作物要種 所以其實就是 你看這裡的前輩種什麼 你跟著種什麼就對了 所以你看像金山 你看我們家的狗狗叫韓吉 老實跟你說 金山大部分的狗都叫韓吉 因為金山的農夫大部分 對 不然就韓啊 個性開朗 對 烏農的知識也撩弱執掌 不過婉婷其實是在都市長大的孩子 會走上農夫這條路 是因為喜歡大自然 我大學的時候就 就在鳳梨田工作 然後火龍果田工作 其實我做過蠻多 就是農務的一些工作這樣 比較喜歡這樣的環境 所以你喜歡是大自然 對啊 就戶外的一些生活 然後跟戶外的工作 叫我做辦公室 我可能沒有辦法 學生時代 學習了不少當農夫的知識 也希望出社會後能學以致用 於是2014年 來到金山這一片 荒廢二十年的山谷 因為這裡是媽媽的故鄉 那我大學畢業之後 就決定媽媽說在她的家鄉 就是金山這個地方有一塊 兩公頃的土地 那可以希望說我們可以把它變成 什麼樣的樣子 什麼樣的模樣 其實剛開始回來的時候 這一塊是荒地 就是荒到不行的荒地 就是雜草 蟲生 然後雜樹 然後跟甚至看不到房子 看著漫山荒芜 雜草叢生 萬婷也擔心了 返鄉勿農真的能養活自己嗎 回來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第一天就嚇到了 第一天就決定我要放棄 不想做了這樣子 因為太困難 其實那時候想想剛畢業 可能二十出頭歲 然後面對這樣一個滿山 都是雜草的環境 當然會不會想要去吹冷氣的工作 當然會想戶外天氣這麼熱 這麼嚴苛的一個條件下 那其實我的家人 一直不斷給我鼓勵 一直覺得說 就是在這邊坐下去 累積的都是自己的 於是他開始著手整理田地 也意外發現 在前地主留下的建築裡 住了一群訪客 初步最困難的階段 就是在我們的農舍裡面 發現有三百多隻的蝙蝠 一開始的時候 當然我進去的時候嚇一跳 覺得說 哇 完全沒看過 會不會吸我血啊 其實也去做些功課 就覺得其實台灣沒有吸血蝙蝠 台灣大部分的蝙蝠都是食蟲的 後來全家人就決定說 我們來到這個山谷裡面 這個山谷裡面 有很多動物的腳印 我們不要去破壞它 為了讓蝙蝠住下來 婉婷費了不少心思 連裝潢農舍的時間 也配合蝙蝠的作息日夜顛倒 所以我們就開啟了 三年很辛苦的整理農舍的時光 怎麼整理 因為蝙蝠是夜行性的生物 所以它白天在農舍睡覺 所以白天我們沒有辦法 用一些機具等等的去整理農舍 因為會吵到蝙蝠的作息 所以我們就晚上的時候 趁蝙蝠飛出去的時候 我們才開始進來整理農舍 雖然因此施工的進度比較慢 但能守護蝙蝠的漆地 婉婷樂在其中 在我們農場 我們養的這個蝙蝠叫做 台灣葉皮膚 台灣葉皮膚 在我們農場 通通都沒有噴灑任何的農藥 農場對外開放後 除了推廣食農教育 它也親自導覽 讓遊客更瞭解蝙蝠 蝙蝠白天在睡覺 睡覺的時候 會在房子裡面便便 這些便便農 農夫就拿來施肥 我們放在地瓜田裡面 等一下我們要進去裡面 看蝙蝠的時候 一定要怎樣 因為蝙蝠在幹嘛 睡覺 把農舍一樓打造成蝙蝠公寓 讓遊客能近距離觀賞蝙蝠 連小朋友都知道 不要打擾蝙蝠睡覺 那牠每年四月到十月的時候 會在我們農場 十月之後 牠們會往中南部遷徙 那這半年的時間 會看不見蝙蝠 其實也會忐忑說 我們每年這樣子 蝙蝠會不會因為人為的進駐 導致牠們就是會遷徙 或者是不喜歡這個地方了 可是在隔年的清明節前後的時候 一些陸陸續續回來了 我們心臺安定下來了 其實這些動物們 蝙蝠們是可以感受得到 這個環境是用心在照顧 沒有噴灑農藥的 所以就這樣子 從第一年忐忑的心情到後面 其實都篤定說 其實蝙蝠很信任我們了 除了蝙蝠 農場也是許多動物的家 魚來吃了 來吃早餐了 魚 他看到你手上的東西了 等一下 等一下 牠都是跟客人討東西習慣的 跟可愛的小動物互動 兩大朋友 小朋友 臉上都露出笑容 魚 還有羊 還有兔子 房間裡面那個是什麼 蝙蝠 剛剛那個農場的主人說 看到蝙蝠要注意什麼事情 小聲 為什麼 因為牠在睡覺 婉婷在25歲時 就獲得百大青農的肯定 牠將這片荒地 打造成理想中的生態農場 更一手培育出蝙蝠棲息地 讓到訪的遊客 踏進這片福氣之地 都能幸福洋溢 我也希望來這邊的客人 能夠帶著遠足的心情 血月的心情 一起來遠足 對 所以我們才會把名字 命名為遠足 小朋友有時候 很常來的時候 包包裡面帶一大堆的玩具 可是呢 離開這邊的時候 一個都沒拿出來玩到 為什麼 因為家旁告訴我 大自然最好玩 在自然裡面最好玩的 你還要拿什麼玩具 我可以 我也 哈囉 我是張新聞 想要搶先 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 是我們的節目 你跟我們看 你其實不喜歡 然後